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瑜伽专垫在鼓鼓处做支撑 向上提腿自双腿与上升成90度 双腿要尽量拉直 脚板也要尽量瞪往头的方向 赶到后腿筋轻微拉扯 这个动作应维持两分半钟左右 后半部分尽量打开双腿成大八字 同样静止维持两分半钟 不需多余的动作 就可以全面促进血液循环 也可以的话呢 将双腿略垫高入水 改善水肿效果更佳哦 那第四个 红豆水迅速去肿 我们就将生意米 熟意米与红豆各15克 再加上一公升的清水煮沸后 调慢裹煮一个小时 变成红豆水饮用 是不少女生在秋冬消水肿 特别是脚肿的两方 那煮好的红豆水 最好当天用完 也要留意 生意米和熟意米 必须煮至少一个小时 才能发挥其化湿与健脾的疗效 就汉方来说 建议每天喝一杯红豆水 尤其是在容易出现水肿的时候 例如下午或饭前喝会更有效 但这不是当点心喝 所以最好不要加糖 直接饮用 但如果实在想要加点甜味的话 就加含较多矿物质的黑糖吧 另外 红豆水据说还能促进乳汁的分泌 所以很多产后的妈妈也会饮用哦 那运动加上饮食 真的是瘦身的不饿法门 那下段节目告诉你 原来多喝水 才是消水肿的重要秘方嘛 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世界报 下次见哦 拜拜 如果你有想要询问我们 任何关于健康的问题 欢迎扫描QR Code 或者是在影片下方告知我们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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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